每個家長一定都會有 這個問題的存在 事實上是這樣 事實上牙齒我們大概分成三層 最外層大家都知道叫 中間那一層我們可以叫它牙本質 或是叫象牙質 大概這兩種講法 最內層就是牙齒的神經 那事實上是當法郎質 如果排列金格的很完整 很致密的時候 它會透出深層象牙質 或是牙本質的顏色 所以因為橫牙的 鈣化的條件一定比乳牙好很多 也就是橫牙比較強壯 比較堅硬 所以它排列金格很完整 那我們就會看透 看到下面牙本質的顏色了 所以這樣是很正常的 其實這是正常的 正常 可是它這樣法郎質 不是就比較薄弱 沒有... 要排列得很完整 排列得很好 才會看到下面牙本質的顏色 所以不是這樣 它就會特別敏感什麼的 不會... 這樣反而比較不容易敏感 也比較不會蛀牙 那我想請教一下 像我兒子現在是五歲 那牠表面的牙齒是 牠是乳牙 但是牠有 就是一層一層的 看起來顏色不均勻 然後我問牙醫 牠是說脫鈣的現象 牠說那個不會好了 那如果說牠是 因為我也搞不清楚 什麼是脫鈣的現象 然後牠就說 我就想說反正乳牙沒關係 還會壞是不是 就不用管牠 還是要怎麼補救 牠這個脫鈣的現象 脫鈣事實上就是 因為蛀牙也是 鈣質流失的一個化學反應 但是我想Ivy不需要擔心 因為你們孩子那個地方 應該是在門牙的地方 有一點脫鈣的現象 那個地方非常好刷 不是 那你們說詞 為什麼要講我脫鈣 永遠回不來 就是壞蛀牙了 我們就抖著 對喔 而且乳牙掉光就好了 沒關係啊 如果是針對門牙的話 我覺得是還OK 因為我想五歲 大概頂多六歲 七歲 門牙 乳門牙就換掉了 是還OK 而且這個地方很好刷 但如果是發生在後牙區 可能就真的要非常非常認真刷 為什麼 因為後牙有時候家長會忽略到 會忘記去刷到 不是同樣是乳牙 同樣鑄掉 門牙就不用管喔 不是不用管 是門牙 門牙清潔起來比較好 清潔比較好顧 可是我們老一輩都說 我媽媽都說什麼 小時候乳牙不用管 鑄了就讓牠鑄啊 他說就讓牠鑄 鑄完之後 牠自己會掉 掉了之後你就等新牙 這樣子很好 那個就是一個老的觀念 真的 其實不能這樣子看 不能這樣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有的時候 對 之前有一個媽媽 就是妳這種觀念 她就想說反正 她一口大爛牙 現在想說什麼 還要戴小鋼套麻煩死了 反正以後就都要換掉 對... 有天發現怪了 怎麼整個臉都紅腫 腫起來你知道嗎 後來去牙科看牙車 趕快把牠轉到大醫院說 牠那個已經有 好嚴重耶 不在意 還注意打抗生素 不容易耶 這個細菌如果跑到這個空間 它如果一突破一個膜 它兩條路 一個往腦袋跑 一個往我們的胸腺 後面這個空腔跑 那兩個都是會致命的 如果乳牙已經鑄掉的話呢 那需要說像我們大人 不是牙齒鑄掉 都是要裝牙套 對 還要抽神經耶 醫生都把牙講 金剛牙喔 下個牙 對啊 因為牙齒好賺嘛 真的 我把人家祕密講出來 沒有 我要講一個像話 可是有一個醫生問我說 你覺得是眼科醫生好賺呢 還是牙科醫生好賺 我說 理論上看起來應該是牙科 為什麼 牙齒比較多顆 眼睛只有兩顆 對啊 所以我想說就是像我兒子 已經可能很多牙齒 已經搖搖欲墜 可能又面臨說牙齒 可能需要拔掉 或者是怎麼樣治療 那還需要再裝牙套嗎 還是 我想要不要做金剛 的話大概有兩個 比較重要的因素 一個是小朋友好不好咀嚼 吃東西方不方便 那第二個就是 家長好不好清潔 因為有些如果住很大的牙齒 那譬如說 住很大 凹陷很深 小朋友一吃東西就塞著 他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他覺得不舒服 他就不喜歡吃 那這樣的話反而會 進一步影響他生長發育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不太恰當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再做個金剛牙套 讓他吃東西舒服 比較順利 有效率一些 我相信這樣的金剛牙套 應該是對他是有幫助 那如果不做也沒關係 不做的話 應該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如果他的牙齒要長出來了呢 會不會影響 橫齒如果要長 那是完全不會的 因為金剛牙套 是套在乳牙上面 所以橫牙再往上擠的時候 乳牙會戴著金剛牙套 一起擠就下了 沒有關係 完全不會影響 而且像兒子也是講話 他以前六歲 講話還是就是臭齡呆 可是我以前都覺得 小孩子臭齡呆很可愛 娃娃音 對 對 很可愛 可是常常電話拿起來 我都就尤其講電話 根本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真的喔 對 然後我就有點擔心說 這是跟他的牙齒有關 跟他的一口爛牙 我們模擬一下臭齡呆的樣子 那臭齡呆其實聽起來好像不太 可是醫生為什麼會去研修 他就轉換耶 舌頭好像感覺起來 就是我們如果舌頭 稍微活動一下下 應該看起來 不是牙齒 對 所以應該是軟組織的問題 會比較多 跟硬組織的問題 是比較沒有關聯的啦 那所以有些家長會在 可能小朋友在 三歲到四歲左右發現 如果他還有臭齡呆 或許他會去請牙科醫師做 剪繫帶 純繫帶啦 或是純繫帶的動作 有的家長 有的醫師會剪掉 那有的小朋友一剪了之後 就正常許多了 就好很多 那代表真的是繫帶把它拉住 不過純繫帶 如果有的觀察過幾個月 它會自然就長起來就好了 蛇繫帶大概就沒有辦法是 所有的超齡呆裡面 就所有我們叫夠陰異常 不管是大舌頭 還是說德科分不清楚 這些不會捲舌等等 這裡面所有的夠陰異常 跟蛇繫帶有關只占1% 100個超齡呆的 只有1%跟蛇繫帶有關 而且那個只跟捲舌陰有關 對 所以其他的什麼 什麼哥哥說成嘚嘚 那種都不算 就是只有捲舌陰的1% 是有跟蛇繫帶有關 所以不要急著減 因為其實蛇繫帶 它沒有影響到你其他的 你減了以後 你如果不是這個問題 你減了以後 你還是少林呆嘛 而且少林呆其實有年齡的之分 我們三歲的小孩 他會發咳咳喝 四歲的小孩會發雞雞雞 五歲的小孩會發雞雞雞 就是剛剛講的捲舌陰 所以你三歲的時候說 我要吃飯吃飯 這是正常的 請你再等兩年好嗎 你等到五歲的時候 不會吃飯吃飯的時候 你再去找我們的徐老師 去請他幫我們做一些 口存的復健 或者是那個時候再想說 到底會不會是蛇繫帶關係 都還不遲 所以每一個年齡 你該做的事情不一樣 蛇繫帶千萬不要 而且很多出生就在撿 我想說為什麼出生撿 而且你知道我朋友說 他怎麼撿嗎 他說連麻藥都不用 直接嬰兒 他就發覺了 他說他去醫院 他直接拿剪刀就 當場就把他剪掉耶 是他不麻醉的 因為他說小寶寶 小寶寶現在你不剪以後 還要麻醉 現在剪比較快 不需要麻醉 他不會痛 我說小寶寶怎麼不會痛 寶寶會痛 只是寶寶不說而已嘛 對不對 不是 寶寶寶寶劈苦 可是你現在他 感覺就跟對小朋友戈抱 不合理 是 對 所以你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你真正確定問題 是跟你學起來有關的時候 再來找專家來處理 所以有可能小時候比較短 但慢慢長大會變正常 對 而且不影響 我之前就有個病人媽媽 她就帶了她小朋友來 她說我的小朋友 蛇氣袋比較短 我要不要剪 我說你也知道 我常常跟大家說 不用那麼急著剪 她說對 你說對 我也是 你看 那個媽媽 蛇氣袋超短的 超短 我說那你會捲舌音嗎 她說那有什麼問題 真的假的 對啊 那為什麼小時候不會捲舌 長大變得會捲舌 她不會捲舌 她蛇氣袋很短 但沒有影響到她的捲舌音 那大舌頭要不要 可以有人在剪大舌頭嗎 是整個舌頭剪掉 我現在講到她舌頭很大 很大的那種 那怎麼辦 那不一樣 那另外的問題了 可是如果還沒有就是 做這一步之前 小朋友操靈呆 家長可以怎麼協助 這邊提供三點 第一個 常常跟孩子一起唸書 你常常唸書給他聽 孩子的學習 語言學習是靠聽力的 所以常常唸書給他聽 是有幫助於 有助於孩子的語言發展 那第二個部分 可以跟小孩子多唱歌 昌明哥來接了 我們要來唱歌了 等一下我停下來的時候 你就要接了 準備好了嗎 一閃一閃 亮晶晶 漫天都 小星星 是 是 漫天都 是小星星 掛在天上放 放光明 搶光明 好 董事我不要上課了 好 好像剛才那樣子的遊戲 孩子必須要仔細聽 你什麼時候會停下來 然後接著唱下去 不只在訓練他的舌頭的靈活 也在訓練他的聽覺的專注力 這是第二個 最後一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要跟孩子 大人少講點話 孩子多讓他講話 妳現在眼神看的是 胡玉文對不對 我好恐怖 我掉下臉方 妳摸在我家很沉默的 所以我才在那邊打冰冰 那我就壓抑很久 好難相信啊 不過我要提前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看到滿多孩子 比較晚講話 尤其在兩三歲的時候 通常是因為主要照顧者 不管是爸爸媽媽 講話太快 如果你每天都是這種速度 跟孩子講話的話 小孩子沒有辦法學會 什麼叫做爸爸媽媽 所以你講話速度 尤其針對二三歲 這個年紀的孩子的時候 你在跟他的互動 請你說話速度放慢 讓孩子有時間 用耳朵聽清楚你講的話 那他說話的這個部分 其實會慢慢出來 如果真的不行了到四歲 你發現孩子四歲了 他還是有很多音 帶他出去朋友聽不太清楚 你孩子在說什麼 你幫我翻譯一下 到四歲 如果真的還是有這樣狀況的話 那我可能就是建議 可能要趕快到復健科 去找原治療師 接受進一步的評估 這對孩子的幫助是比較多的 四歲 對 四歲 那許老師 像我小孩現在三個多月 可是 比如說我餵完奶要放著 我就放在那邊 然後我就離開去處理一下家事 他就會哭鬧或什麼的 這是跟小朋友的分離焦慮有關係嗎 我這邊先澄清一下 什麼叫分離焦慮 其實分離焦慮是一個 兒童生產過程 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一般大概會在 所以這個時候的年紀的寶寶 通常你會發現 他開始認人了 只給媽媽抱 其他的 譬如很少出現的爸爸 要抱的時候 可能寶寶就會開始哭 你為什麼要知我 我小孩很常看到我 就是 傳統